主料,乌鸡200克,猪骨100克,椰子一个,辅量,盐一勺,将片两片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乌鸡斩快洗净,猪骨汤也斩快洗净,把乌鸡和猪骨都放热水内焯熟,砂锅做火上,把之前焯水的乌鸡和骨头捞过来,椰子去皮后,在顶端找到一个口,用刀煎一条就开了,把椰子汁倒入砂锅内, 放几片姜片入锅内,也从外面一层黄芯也削掉,里面白色部分切块后也放入砂锅内,盖上砂锅的盖子,大火烧开后,转小火一小小时,喝的时候放盐调味即可,烹饪技巧,放入一块猪不会是它更香浓,不放也可以就是它新的一点,椰子味道也很浓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